顺势而为趋利被害 大家好 我是苏老师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 就是中国政府暂停外债 以及对内进行现金管制的事情 这两件事 对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 不是什么好事 而且我们几乎可以判断 就是说中国有关部门关门割韭菜的时候 大概已经开始了 先来看暂停外债偿还这个事 6月7号 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宣布 向77个有关的发展中国家 暂停偿还债务 还将额外提供20亿美元的援助 并且还补充说 中国的朋友更铁了 朋友圈更大了 这个新闻发表之后 很快就引起了中国内地社交媒体的讨论 在新浪微博的相关新闻下面 有很多中国网友就评论说 原来中国这么有钱 把钱都给了别人 我们怎么办 这一类的留言和评论都非常的多 可以看到 中国人其实对于这种无偿援助 外骨的行为是不满的 但是他们能为此做什么干什么吗 答案是什么也做不了 什么也不敢做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中国这些年海外大撒币 花了多少钱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 从2000年以来的15年间 中国向140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和贷款 累计的金额高达3620亿美元 截止2018年年底 中国设立了对外投资企业4.3万家 尤其是一带一路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的境外企业 超过1万家 在2018年 当年直接投资流量是178亿美元 年末存量是1727亿美元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从08年以来的 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 这个统计图很直观的告诉我们 在08年之后 中国的对外投资是保持了高速的增长 在2016年是达到了顶峰之后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中国政府对于对外投资 进行更多的限制和约束 所以对外投资也开始逐渐的放缓降低 看了以上数据 就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中国底层民众 对于中国大量投资海外 宁愿支援其他国家 也不支援本国 这个事感到不满 但是他们没有深入思考的一点 就是在于 其实中国政府宁愿把钱投资在国外 也不愿意投资在国内 就是因为投资在这些中国内地的底层人身上 带来的回报 肯定是远远不如投资在国外 带来的回报多 从投资与收益的关系来说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关系 那么对外投资所谓的收益是什么 最大的收益 其实就是维持中国的 现代帝国的特殊的国际秩序的系统 我之前在5月21号 中美经济战真相的那一期节目说过 中国目前的贸易体系 是源自于明清时代的朝贡贸易 中原帝国依靠周围的小国派使节进贡 然后中国再回赠各国礼品 靠这种方式 来维持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国际体系 并且持续向周围地方输出体制的稳定性 维持天朝上国的形象 那么这个体制在中华帝国力量强大的时期 是可以保持稳定和大致的公平的 但是一旦中央帝国走向衰落 那么这个朝贡体制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 比如在晚清的时候 中央帝国的力量是已经衰弱 没有办法再向周围输出稳定性 日本等国率先是脱亚入欧 不再以中国为学习的对象 所以这个朝贡体系最终也走向了衰落 到了1949年之后中共建政 中国就开始了另外的一种国际秩序的输出 那就是对亚洲各国输出共产革命 破坏原有的秩序 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中国在马来西亚 印尼 泰国 缅甸 越南等等国家输出革命 培养反政府的红色武装 这些工作都是需要大量的金钱的 根据统计 中国政府在70年代以前 对于越南的资金支持 至少就花费了200亿美金 而在整个东南亚以及非洲和拉美 各国的国际援助和革命支援 更是一个天文的数字 而当中国在建立国际社会主义体系的时候 对中国国内的老百姓来说 却是60到70年代最贫穷 最悲惨的时候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用来支援亚非拉国家建设 社会主义国际阵营的这些钱 是依靠从中国的劳动人口身上收割而来的 我们来看中国统计年间的数据 从1958年到1976年 中国的贸易顺差一般在6亿美元之内 有时候还会有逆差 出口商品当中将近四分之三 是轻返工业产品和农产品 这些都是价格不高的初级产品 所以说中国在当时依靠出口创汇 获得的外汇是非常有限的 把这些原本有限的外汇输送到世界各地 就需要在国际市场卖出足够多的初级产品 那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并不高的情况下 照这个逻辑就必须保证国内 实行商品的配体制 强制减少中国居民对于初级产品的使用 这样才能省下更多的商品 在国际市场上出售换取外汇 这个原因也就是从50年代末到文革结束 以前中国内地居民生活非常清贫 各种物资和商品都非常缺乏的 根本的原因 因为中国在自身的经济能力不强的情况下 要想扩张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体系 就必须依靠削减国内的社会福利开支 和削减基本的商品供应 中国的劳动人民或者叫韭菜 是不可能有反抗的想法和行动的 所以只能是心甘情愿的被收割 而历史发展到今天 情况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的国际贸易体系 试图重新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红色帝国的国际体系 这个体系是兼有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 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国际阵营 这两个体系的特点 换句话说 一方面中国的朝野都幻想再次成为世界的天朝上国 领导全球的经济和政治 同时就像当年毛泽东时代搞的输出革命一样 这种体系会耗费大量的金钱和外汇 它用来颠覆破坏和拉拢原本那些不属于共产阵营的国家 维持红色帝国的国际体系 所需要的庞大开支也和当年一样 也是直接从中国的韭菜身上是收割的 那么收割成本也是非常低廉 甚至是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的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对内不停的割韭菜 对外不停的大撒币的新的朝贡贸易体系 这个新的朝贡贸易体系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带一路 这个一带一路就像是中国传统的支援亚非拉的各种项目一样 存在一个根本问题 那就是不管是一带一路还是各种支援项目 他们沿线的国家基本上都是那些资本信用很低 违约风险很高 随时有可能发生问题的定时炸弹 如果他们的信用度高 那么美国早就投资了 根本轮不到中国 中国主导的新丝绸之路还有海上的丝绸之路 听起来高大上 其实可以说是把横跨亚非欧洲的那些低信用 高风险的国家全部整合起来 形成一个低信用的贸易体系 或者说就是一个跨国的信用炸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标普评级 基本都是明显的低于中国 一般是B级 或者根本没有获得正式的评级 这些国家很容易形成信用透支造成违约 所以说这种勉强支撑的贸易体系 其实内部是非常不稳定的 信用的定时炸弹迟早是要爆掉的 那么在此之前 中国人是对此没有感觉 那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还不错 有能力倒贴钱 支持这些低信用的国家 但是现在中国经济是受到重创 增速放缓 中国往外撒钱的能力开始下降 那么就必然要加紧加快对内的收割 用来继续维持对外的撒钱 在出口贸易下降 经济放缓的情况下 中国人开始感觉到 维持一带一路的成本 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 以前感觉不到的压力 很快就会非常实在的落在中国 普通的人头上 人们的生活也会逐渐向毛时代靠拢 那么20年的肺炎疫情毫无疑问 就让信用爆雷的时间提前发生了 在疫情干旱和蝗虫等等灾害的影响下 包括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斯里兰卡 还有许多非洲国家都向北京紧急要求 暂停或者是重组巨额债务 北京方面为了维持体系不至于垮台 就只能是听他们的话 暂停或者是取消贷款的偿还 那么中国政府自己出面 为所有这些低信用的国家背书兜底 中国的对外兜底就意味着必须对内加紧割韭菜 如果我们把中国看成一个公司的话 就能很清晰的看出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一带一路和各种外国的专项贷款 就是属于资产类的项目 而各种美元债借款 以及应该支付给国内和国外的款项 就构成了负债 再加上党国和家族的权益 这个就构成了一张完整的党国的资产负债表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资产项目当中的一带一路 以及各种贷款可能收不回来 这个就造成资产项目出现缩水 那么为了保持资产和债务的平衡 负债项目也必须有相应的缩减 美元债和各种外债 债主是外国人 这笔账赖账的成本太高 所以不能赖账 于是就只好在应付款项和利息上面打主意 那么应付款项和利息 原本应该是给谁的 显然就是企业给员工的一些福利 那么中国大企业的员工是谁 当然就是数量众多的基层老百姓和 基层的公务员 老百姓的财富就是政府的负债 现在政府必不得已要缩减负债 也就是说老百姓的财富马上也要缩水了 中国这家公司在内部割韭菜的行动 即将大面积的开始 今年以来中国官方多次强调要过紧日子苦日子 其实真正的含义是中国要对内进行缩表 经济会因此直接是硬着陆 没有任何的缓冲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推演 中国政府要做的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逐渐关门 保证财富不再继续流失 保证韭菜不跑到境外 第二就是一边关门一边收割 把老百姓的财富或者说政府的负债 尽量缩减到最小 那么在关门方面 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央行已经是宣布了 大额现金管理的正式的试点 从今年7月开始 各地陆续实行大额现金管理 浙江超过30万元 深圳超过20万元起的现金曲线 都需要事先进行登记 那么这种对于现金使用的高强度监管 以后还会加剧 造成现金无法被大规模使用 人民币就自动变成了 无法被转移出境的电子粮票 除此以外 不光是钱跑不掉 现在人也很难跑掉了 在中国的很多城市 普通人现在发现 已经是没有办法 直接办理出国护照了 没有护照 那么很多涉外的事情都无法办理 例如资金的转移 和人肉身的翻墙 避难都是很难实现的 所以现在已经是彻底关门了 在彻底关门之后 就可以放开手脚 清理门户 具体怎么清理 我会在以后的节目里面 和大家分享 总而言之 中国目前是依靠 对内不断收割 在维持一个外部 在不断坍缩的 所谓的国际体系 一带一路的体系 由于内部的负信用度的累积 最后必然会解体 而在解体之前 外部盟友的违约会不断增加 那么中国为了维持住 临时的盟友关系 必然会持续的大撒币 主动为盟友的违约来兜底 那么负信用度的外部体系 最后的结果是把中国的内部掏空 在自己把自己的身体掏空的过程当中 中国普通人的财富 都将成为牺牲品 因为你的财富 就等于是政府的负债 好 顺势而为 趋利遗害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